音乐 更多的是对现在的生活不妥协吧 就是想说用就是自己多余的时间 多去赚多一点点 想体验一下这种人间烟火 烟火气息 开玩笑的吧 我们都没试过 会胆怯 许可欣是这个流动茶铺的摊主 每晚八点半 他的小车就会准时停在街角 打开后备箱 拿出挂布 裁灯喝几套桌 短短十几分钟就能布置好出胎 开始卖柠檬茶 7点钟开始准备 然后泡完茶过来的话摆到12点多 1点 有时候客人晚来的话2、3点也经常有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会更喜欢户外这种比较舒服啊 有就是可以坐在外面 大家打打牌 然后聊聊天 马上都不太喜欢坐在室内了 我发现 你的柠檬茶 作为一个90后的潮汕女孩 许可欣2020年来到深圳 开始经营一家饮品店 由于疫情 饮品店的胜利一落千丈 于是许可欣决定另谋出路 哈喽 换点茶 有 那里还有凳子 你还要去哪 四个月前 许可欣在视频社交平台看到 开车在后备箱摆摊做生意十分火爆 成本低 没有门槛 于是与朋友商量也合伙出个摊试试 两人一拍即合 短短半个夜的筹备 许可欣就将她的饮品店搬到了她的后备箱 开始二次创业 更多的是对现在的生活不妥协吧 就是想说用就是自己多余的时间 多去赚多一点点这样子 对 因为现在做什么都很难 特别是现在开实体店啊 实业都比较难 马上 等一下哦 这家流动茶铺的摊位并不处在闹市中心去 而是在偏远郊区的安静的路边 如何引来客流 因为我们可能自己有三个粉丝群都会就是说 我们发了定位他们就会过来这样子 因为这里的话没有什么过路客的 那会比较安静哦 比较舒适一点 随着疫情持续和就业压力的增加 全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寻找排解焦虑和不安的出口 低门槛重情怀的后备箱摆摊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摊主们通过社交平台和粉丝建群等方式 对自己的摆摊进行推广 每晚大家的摊位会摆在哪 有什么优惠活动都会提前在群里告知顾客 因此不管在城市的哪个角落 顾客总能牧迷而来 过了20岁就不要穿得像个小孩子了 是最近年轻人们在网络上的流行语 玩味的老年装扮 也出现在一些年轻人的社交网络上 摊主徐可欣在万圣节这天 号召大家换上老年服装 光顾他的摊位 经常来他那里 深圳一岁醒就要赚钱的地方 每个人生活在深圳压力都很大 所以都喜欢出来放松一下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这种朴实物华吧 对 并不喜欢去那种店里面的那种 很拘谨的那种感觉 随着后备箱摆摊数量爆发式增长 摊主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在互联网云销模式的推动下 网红效应也在后备箱经济中不断凸显 同样的饮品在不同的摊位会出现不小的价差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六月份开始摆嘛 六月份到九月份的时候都还可以 摊位越来越多了 然后人群都分散掉 所以说就一额没有之前那么理想 参与到后备箱摆摊的大多数都是80后90后 基本有本质工作 因为成本低 让开车摆摊成为一个灵活的创业项目 有人为了兜底 赚零花钱 有人把摆摊当作创业的积累和尝试 有人则是为了体验一种新的生活和社交方式 我的初衷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饮品店 后备箱经济被认为是最早源于英国 起初是英国人喜爱的一种交易形式 指的就是把家里闲置的东西用车运出来进行集中交易 其实就是一个跳蚤市场 并且主要交易的是旧货 后来这种形式逐渐在欧美众多汽车社会蔓延 慢慢地发展成为欧美乡村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货物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而且价格低廉 经常能够淘到一些稀迷的好物 所以长期广受民众欢迎 但随着众多网络交易平台的兴起 越来越多人选择在互联网进行交易 后备箱经济一度降温 今年在中国众多城市悄然兴起的后备箱经济 或许是一个后备箱经济2.0版 我们所探访的后备箱摊位 大多都在用心地营造氛围 个性化的布置 别致的灯光 文艺范儿乃至特立独行的摊位名 都是摊主庆祝最多心意的部分 而在摊位中能舒适地感受 面对面社交 休闲体验 也往往是这些小摊想极力打造的目标 相比之下 所卖的商品反而特居其次 目前就缺凳子 因为我之前先买了个样品回来 还插十几个凳子 马上明天应该就到了 王毅是新近摊主 最近正在紧锣密鼓地 为他的后备箱事业做开张前的准备 想体验一下这种人间烟火 烟火气息 王毅也是这家水果店的老板 2012年从老家江西来到深圳打拼 期间在华强北电子产品店打过工 开过淘宝店 怎么说 就有点情怀吧 对 我喜欢这个名字是喜欢的首歌 老男孩子首歌 对 老男孩子首歌写的是很 就很接地气嘛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2015年开始经营这家水果店 为周边公司提供下午茶水果配送服务 因为疫情 水果店的生意一落千丈 现在是差远了 以前每个月可以做个十多万都可以 现在不行了 一方面是公司福利没有以前那么好 还有一个方面是做的人也多了 做这种行业的也多了 很多人现在的压力都挺大的 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兼着做工作 要不然这个很难养家 公司也裁员 有的也有降薪 像我朋友买了房的 你想像房贷 压力又大 然后公司又降薪 有的晚上就去兼职做做代价呀 三个月来了 哈喽 再加上今年刚刚成为父亲 这让他意识到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必须赚多一份钱来养家 决定白天送水果 晚上开车摆摊 计划到下月初 下月初开业 对 开始就到我们村口 先试一下 尝试一下 这里是海边小区的街角 每晚都停靠着一辆 卖酒的黄色摊车 跟其他摊位的 明亮热闹的气氛相比 这辆小酒吧显得安静许多 光线也比较昏暗 没有任何气氛灯之类的装饰 许多顾客像老朋友一样 轻松饮酒交谈 原来来到这里喝酒的客人 都是住在周边小区里的业主 哈喽 好 其实最早就是给兄弟几个朋友 有一个玩的地方 喝酒聊天的地方 至于其他所谓的陌生人也好 还是附近的业主也好 还是社群的人也好 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就是想让他们会过来 只要你过来坐喝一杯聊聊天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不是说我们的酒有多少喝 我们的东西有多少吃 我们只是选择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 然后给到大家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 比较不叫昏暗的场景嘛 就是一个比较 温馨 然后不是那么很嘈杂 很靓丽 福利堂皇的地方 大家他会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就没有 就会放下一些隔阂 放下一些这个身段 或者放下一些面具 就真的去交心 谈一些事情 聊一些天 这家街边酒吧 是三个好兄弟一起和后台办的 白天三个人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 晚上来到这边会会老朋友 摆摊做生意的同时 自己也很放松 释放压力 这个月刚好是他们开业一周年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车尾箱这样的一个摊位 其实很少 我们算是附近的第一家 就很新奇 再加上这个地段 我们也是看过的 就是确实有这样的需求的一个人群 你开玩笑的吧 我的发起人直接说了一句 晚上睡不着 更多的是对现在的生活不妥协吧 就是想说用就是自己多余的时间 多去赚多一点点 想体验一下这种人间烟火 烟火气息 开玩笑的吧 我们都没试过 会胆怯 一个心血来潮的玩笑被付诸实践 其实是源于一句 睡不着 我的发起人直接说了一句 晚上睡不着 其实大家都睡不着 我相信来深圳的人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可以写一本书 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烦恼 各自的心里的不舒服和不痛快 当年下午他就把酒全买回来了 我们一看酒已经全部买回来了 就已经没有退路了 那就往前走吧 然后就慢慢地路路续续 就开始做加法 所有东西就慢慢续续续 慢慢地这个增加 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发现原本的一些车子 已经容纳不下了 所以我们就接而换了 今天的这台车 根据统计 2022年1月至9月 某社交平台上 摆摊关键词的笔记发布量 比2021年同期同比增长288% 后备乡经济也日渐社交媒体化 摊主们通过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摆摊消息 分享摆摊技巧 摊位测评等吸人眼球 积累粉丝 社交网络已经成为 地摊经济的主要营销推广模式 好 糖怎么样 是少半糖 当然 也不是所有人 都能被这样的模式种草 当下我觉得这个地摊营营化 还是非常卷的 但现在我发现 他们开始自己 做自己的圈层运营 用户运营拉取 然后各种 以不同的方式去做营销 其实我觉得地摊文化 更加偏向网民经济这一块 我还是希望它能够纯粹一些 而不是被这种炒作 然后各种这种IP去 作为它的营销手段 而来光顾眼前这家 后备箱小酒吧的 大多不是过路客 而是周边的街坊 对 这家我觉得真的很纯粹 然后老板我感觉大家都是 纯属就是勤款 接待周边的街坊 对 朋友 在座了 没有 因为都是邻居在这附近 所以大家在一起聊天 非常开心 去酒吧一般都是各做各的 就是自己带着朋友去的 所以很少有这种陌生人社交 在小酒摊最好的 就是几个陌生人 在各床各夜的人聊聊天 挺开心的 基本上都是邻居 就是住在这边的邻居 然后通过这个酒摊 然后大家一来二回的 就熟了起来都认识了 因为他们当时在小区里边 其实现在深圳人生活 是很快的 他们没有交集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小酒摊 然后大家都认识了彼此 然后没事了 三五个人约着一起 就喝喝酒啊 什么的在这边 每天固定的时间 固定地点 固定的人 渐渐的 这似乎已经成为 摊主和周边小鸡业主 之间的默契 但摊主们觉得 钱并不好赚 一个晚上最好的 一个可能最高的时候 也就三四间间 就这样子 因为你不可能再高 那个就已经很累了 就相当于你是 不停地在挑 不停地在弄 九点多一直忙到了 两三点 就一直在这样子 所以说 你说靠这个去想赚钱 说实话有点费劲 三个80后的合伙人 都是零几年 从外地来到深圳 现在都事业稳定 并且成了家 白天工作 晚上摆摊到深夜 对各自的家庭生活 造成了影响 我们就是有看到过 我们的这个合伙人 当时因为这个事情 本来我们是三个人 一起在这边出台 后来导致因为家庭 有意义 然后他的老婆 对这个事情非常反感 他为了让他老婆不反感 或者是不生气 就决定不来了 对于小龙他们来说 还有更大的困扰 虽然这家常住在小区门口的 街边酒吧并不嘈杂 光线也很低调 但也会有影响到邻居的时候 可能是客人比较高兴 新鲜开心 他们就可能声音 稍微大了一些 一大 那么附近的街坊邻居 就会投诉 那么相应的部门就会过来 我们就肯定要支持工作 这个首先的 相同的困扰 同样存在于 卖柠檬茶的许可心身上 做完这个就给他做 有一天那个时候 我们摆了三个地方 赶了三个地方 然后去到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准备收摊的时候 突然间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就是触不及防的 因为平时下雨 他都会来点毛毛雨 但那天是突然间就来 全身都吃得很臭这样子 就觉得好累 后备乡摊主们最关心的 是如何让自己的小摊铺 更加持久安心地经营下去 最终还是要一个解决办法 这个解决办法 我们可能能等 但是也可能等不了 因为毕竟完完全全 让我们赔本去做 也不太现实 位于深圳古丸城内的夜市 是一个为摊主们 提供摆摊场地的地摊夜市 共有30多个摊位 每天固定在这里出摊 这里除了后备箱摊主 还有其他各种食品 文创产品的普通摊铺 他们通过审核 得以在这里摆摊 这里的后备箱摊主 选择与食品文创的摊主们一样 支付一定的摊位费用 在这里安心做生意 平均每个摊位的日营业额 可以达到五六千元 大家也是很多 都被辞退了工作什么的 那公司 企业 那也会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做不下去了 那当然失业率就比较高 那大家在这个时候 有点自己的事情做 是不是也有一部分收入 可以去维持自己的 一个生活的成分 那其实是相当好的一个事情 我们每一家 我们招进来每一个商户 我们前期都会去考核 以及就是说他们对这件事的积极性 然后他们也很会配合我们 现场一些卫生打扫 我们现场自己也有专员去打扫 然后商家也会配合打扫 负责人告诉我们 为了不扰民 他们在选择地点时 会对分贝进行测试 除此之外 对摊铺价格也有严格把关 不希望摊主打价格战 造成恶性竞争 作为夜市的负责人 他觉得摊主们需要一个 合理合法的区域 来宣传地摊文化 但摆摊也不能一味跟风 他良性发展 他必须要创新 这是起义 他不能只是想一味的传统的东西 传统的布置 人种需要新鲜感 你用心做的东西 大家总会看到 然后其他就是说更合法化的 不要在外面乱摆 如果政府能说提供一些 不会就是说堵到市政道路的地方 然后也安全的地方 能提供这些没有地方摆摊的商家 那当然是最好 像古丸城夜市这样的后备箱夜市 深圳还有九个 但并非所有的后备箱摊主 都愿意选择这种集市摆摊 有啊有有 但是那个时间它是五六日才有 那如果说每天没办法 每天去哪里摆 市区的话我们不会说跑太远 因为我们可能店在这边 然后人也在这边 就不打算跑太远 后备箱经济为民众带来新的选择 但对于城市管理秩序则是挑战 在卫生 交通 市容市贸等现实层面背后 是急需寻求的民生与秩序的均衡点 在这个合乎 合法 合规的这个范围之内 会找到一个新的方式 其实不是我们这一个谈 其实大家都是在这样大环境下 都在寻找一个出路 拜拜 老猪 嫂子拜拜 拜拜 小猪哥 也不好听啊 林总 拜拜 都是一些老客人 老常客人 也是最早一批来这边的客人 其实我们还在等 有一些客人会在一点钟之后来 哪怕他 就是会提前跟你讲 习惯了 已经养成习惯了 他会来 在那个点他来就会来 他不来 我们就基本上知道他不会来 做的比较短 做的比较短 坐就来 这么多好的 我第一次摆出来 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